将茴香和西红柿打汁可以制作一种健康的饮品 下面是制作茴香和西红柿汁的步骤 准备材料 新鲜的茴香和西红柿 最好选择成熟的西红柿和新鲜的茴香叶 洗净西红柿和茴香叶将它们切成小块 将西红柿和茴香叶放入搅拌机或榨汁机中 开始搅拌或榨汁 直到将西红柿和茴香完全打碎成汁叶状 如果你觉得汁叶太浓稠 可以加入适量的水或冰块 继续搅拌至喜欢的口感 如果你喜欢甜味 可以添加少量的蜂蜜或椰子糖作为调味剂 将汁叶过滤掉茴香和西红柿的渣子 以获得更顺滑的口感 至于增加口感的建议 你可以考虑以下选项 添加一些新鲜的柠檬汁或酸橙汁 以增加酸味和清新口感 加入一小撮的盐和黑胡椒粉以提升风味 混合其他蔬菜如胡萝卜 黄瓜或红椒 以增加层次感和口感的多样性 茴香和西红柿汁的营养和功效如下 茴香富含纤维 维生素C 维生素K 铁合钾等营养物质 它被认为具有促进消化 缓解胃肠不适和抗氧化的功效 茴香还可以作为抗炎和抗菌剂 有助于保持健康的免疫系统 西红柿是一种低热量 高纤维 富含维生素C 维生素A 维生素K和抗氧化剂的水果 它含有丰富的番茄红素 这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 被认为对心脏健康和癌症预防有益 西红柿还含有多种矿物质 乳甲 鎂和叶酸 对身体的健康发挥着重要作用图 茴香和西红柿汁可以作为一种营养丰富的饮品 有助于促进消化 提供抗氧化剂 维持免疫系统健康 并为身体提供多种重要的营养物质 不过 如果你有特殊的健康条件或对某些成分过敏 最好在饮用之前咨询医生或营养师的建议